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觉得说好像那些老房子在我们生活当中 就突然间就消失了 它自然了 或者它就被拆掉了 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反正它就只是老房子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新陈代谢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消失其实蛮可惜的啦 因为其实在老房子它背后都有非常多的故事 它有很多老房子精神 不管是它的工法上材料上 其实都是在叙说台湾的一个建筑的历史 那因此呢在2001年开始 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处 它就开始举办了这个台北老屋的新生大奖 那从一开始聚焦在都市的空间改造 那一直到今年呢 一直不断的去鼓励各个 不管是设计师也好建筑师也好 对于这种老屋新生给予奖励 让这个整个台北不同时代所产生的建筑空间 留下了历史的纹理脉络 那从2001年开始举办至今 已经累积了200多件的得奖案例 真的非常的惊人耶 就是完全不知道说 其实台北有这么多 这么值得一看的历史老屋的建筑 那就因此我们就话不多说 马上介绍今天的两位雨滩人 那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担任这个评审委员之一 就是赵喜赵理事长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就是吴一燕 那他是这一次的整个新生大奖的总召集人 吴一燕老师好 各位好 是 能不能请赵理事长 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 我是赵喜 现职是中华民国室内设计协会的理事长 也是台北大红设计的设计总监 那另外一位呢 一燕老师 各位好 我是一燕 吴一燕 那很高兴今天来可以参加建筑家 这个Podcast的节目 那我目前是担任台北老物新生大奖计划主持人 然后服务于那个一燕创意股份有些公司 那有点好奇就是说 一燕他这一次就是让这个整个新生大奖嘛 其实从专业出口开始忙碌到现在 然后而且整个评审的过程呢 也非常的辛苦 就是不只是要去增见啊 然后增见完了之后 然后跟评审不停的开会 讨论说哪些作品可以入围 然后甚至到说就是 秘密的去场刊这些场景 就是让评审们可以去 亲眼目睹的这些实际作品之后 去选出最终的优胜作品 那在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还没有正式的颁奖 所以我们也被主办单位下了 就是保密令 我们不能去透露说哪一些作品 是真正的达到了首奖或金奖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去讨论 到底这些作品有什么样迷人之处 让他们可以入围今年的这个台北老屋的新生大奖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当然还是要问一下 一样是说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台北老屋的新生大奖呢 程如刚刚主持人所提的 其实台北老屋新生大奖是从2001年 就已经开始在举办 那当然过去呢 举办有非常多的一些阶段 那大概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个过往的过程 开始有一些调整 那当然到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 算是比较新的一些动作开始 那尤其是在2018年的时候 就正式的更名为台北老屋新生大奖 那当然特别加了台北两个字 最重要用意就是 第一个是区域性的问题 但第二个其实也让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情况 可以更加的跟台北这个地方可以连结在一起 那主办单位是台北市都市更新处 那其实台北老屋新生大奖 最重要是要去鼓励 都市更新里面整建维护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想对我们一般大众来说 大家听到都市更新都会想到的是拆除重建 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种改变 那可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在整个城市里面 关于像这样都是更新的一些处理 你要等到整个拆除重建 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耗时的 可是我们的生活还是要走 所以杜根处这边就特别针对整建维护 这样的另外一个政策工具来进行一些推广 所以是台北老屋新大奖 就是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底下 而所产生的一个行动 我们称之为行动 不只是一个活动 那当然今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奖项里面呢 因为每年都希望能为这个奖项定一个主题 所以今年特别定的叫做台北友情 老屋有偿 那我想台北友情老屋有偿这样的字眼 其实在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做这样的讨论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把台北城市里面的一些关于人的 或是关于故事的 因为建筑物或空间它是一个硬体 可是事实上里面所居住的是人 然后它的真的吸引人的是 人在里面所产生的一些故事 甚至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影响到整个城市 所以其实它比较像是要谈的是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我想这个部分大概是一个今年这样主题里面 所希望给大家的一个印象 那当然作品本身 我们接下来各位如果 等到后面看到今年的那个得奖结果之后 我想这些事情大概就在这个事情来做一些环绕 是 那其实大家对于可能老屋改建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比较既定的印象 就可能大家有时候能想 比如像是华山像是松烟 这种比较大型的改建的工程 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好像都是工部门在推动 那其实这几年啊 陆陆续续有非常多的这些诗人的案件 也开始在做这些步骤对不对 就不管是说一些老旧的仓库啊 或者是一些老旧的房舍 改建成一些咖啡厅 或者是一些图书馆 或是甚至是一些工作室的空间之外 甚至呢像台北老物行人大奖 他其实也有在鼓励说 像是台北很常见的这种布登公寓形式 那其实他们去做一个外挂的电梯 或者是说整个拉皮 其实也会对于整个市容也好 或者是对于他整个故事传承下去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是不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在今年有没有看到一些 比较特别的一些案例 那我想我先简单开个头 因为在这一次我们的那个 增见的过程里面呢 陈如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其实作品的多样性 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得到的 那当然如果各位可以从我们的官网 跟我们的粉砖就可以看到 今年整个增见里面的67件的作品的 那样呈现的一种样貌 那陈如刚刚所提的 不管是有文化资产 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像住宅空间 甚至也是有些咖啡厅 当然其实刚刚说的那个布登公寓 就是有一个建筑拉皮等等都有 这个部分当然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对台北来说 不一定是要老旧市区 其实在市区里面 很多这样的一个房子 我们先不用去针对老这件事情 可能针对使用上 会需要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非常多 所以其实那个多样 当然它可以从设计着手 可是某方来说 最重要是回到使用 我想这个部分也因为这样而进而引导出 非常多 具有一些多样性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这个部分 也许待会我们赵琪赵委员这边 他经历过我们这段时间里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发现 然后可以跟各位做交流 是 那有点好奇想要问赵琪委员 在这次看到这整个67件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读出一些台北 在整个老屋的心声上面 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这一次很荣幸担任评审 那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就是内政部有一个资料 其实台北市的老屋占比 是非常高的 老屋占比现在40年以上的是 占到36.9 高达30万户以上 那他是六都之最 也就是说台北市 其实老屋非常多 但大家成长在台北市 大家都知道 其实台北市的新建案 其实并不多 尤其是在一些比较 淡黄区的部分 很难得 那老屋改建这件事情 其实行之有年 可是因为有很多的法规面 或者是一些条件的限制 当然速度也不可能这么快 陆陆续续在做 所以台北市的老屋 其实相对是多的 在我的这个室内设计的 职业生涯当中 我们有通过非常非常多的 各式各样的老屋 不管是商业空间 或住宅空间 其实在台北 我觉得老屋是蛮被必须要去 做一些整围 或者是做一些改建 因为很多屋龄都已经 三四十年甚至于以上的 那比如说他的屋龄老 可能居住的人口 也同时在老化 对于居住的便利性 或者是一些房子本身的一些 可延续寿命的使用 其实在整个 不管是设计或建筑产业里面 其实他都会 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是 那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这次增建的项目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元 就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 住宅住宅类 非住宅类 社区空间类 还有就是算蛮特别 叫做整围行动特别讲 那这部分能不能请 一件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说 到底当初是怎么去定 这些聘选项目的呢 那我刚才有提到 其实劳新生大奖 他其实在过去几年 其实陆续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变革 那当然这个变革是因应时事 那当然他也因应整个时代的一些变迁 那其实后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 大概从2019年开始 这个分类就固定 但是我们是循着2019年的 制定的一个标准 那特别提这件事情是因为 因为其实里面比较特别的是 那个住宅类 那当然我说他特别是因为 其实我们知道 过去老乌新生大奖 我们在办理的过程里面 其实住宅这件事情 事实上是我们最应该要去面对的一个类型 陈如刚刚赵委员所提的就是 其实这个类型是很占了所有的整围的一些空间 可能占绝大部分 那非住宅类 当然他所涵盖就是所谓的 除了住宅以外 其他就叫非住宅类 那当然这个类别 某方来说他在这个类型里面 特别会被提出来是因为他其实对 所谓的一般大众来说 除了你的生活面向以外 他其实是比较容易接近的 等于是我们不管是去餐厅也好 甚至去刚讲办公室 其实跟这些事情可能都会有一个关系 里面有个比较社区空间类 这个类别其实从类型的一个比较来说 他其实就是除了住宅跟非住宅 就是商业空间以外的一些社区空间 那当然这个定义其实是很有趣的 因为其实就从我们这一次的评委的过程 或是这一次参选的作品过程里面 光社区空间类就出现了非常多 其实有一些我们会觉得 他放在这边到底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济南教会的改建 或者是例如说有一些像N24 它是办公室 可是又是我们称之为共创空间 那就是像这样的感觉 那当然社区空间类某方来讲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去涵盖了一些 因为时代变迁所产生的一些空间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觉得 它有它的一个特殊性 那当然这一次这个类别放进来之后 其实在我们增建的过程里面 也发现了很多提案单位都会跟我们说 我到底属于哪一类 那后来我的答案都是 你想要来类你就放哪一类 就是说我们让提案单位自己有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都会把定义放在写在简章里 那至于为什么会有刚刚说的 那个整规行动特别讲 那我想从字眼上 其实就是要我们要特别强调 其实台北老乌新生大奖 他要推动的是整件维护的一个 鼓励的一个奖项 所以我们就希望将这件事情 很直接了白的写在一个所谓的奖项的一个名称上 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因为整围行动这几个字 对我们来说就代表它其实是一个 比较像是一个可以直接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这个奖项 在这一次的那个办理的过程 我们就直接是跟都根处这边 等于是由他们在这几年来 其实对于整件维护这样的一个推动的过程 直接从他们的计划来提供 所谓的推荐的名单 是 所以他不是自己投稿的 不是 这个部分是直接推荐名单 那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整件维护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其实在整个都市脉络里面 有一些甚至可能会跟环境的整理有关 那有些可能会出现刚提到的 可能跟某一个社区邻里的一个替代空间 或者这些社区的像是那种 里民的一个活动空间有关 那当然这个空间不一定是有 有形的建筑物 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用这件事情 来涵盖这个部分 是因为对我们来说 整件维护四个字 是可以更宽广的来看待 因为它是站在一个都市的角度 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甚至里面可能涉及的 不管是社区的人 甚至我们可能会 面临非常多社群的人 什么叫社群 就是可能对某些事 某些的议题感兴趣的 所以里面就有非常多选择 那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实验 当然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以让大家更加的宽广 看待都市更新里面 整件维护四个字 这样子其实你可以比较从 生活面向来看待 更多的事情可以来做一个涵盖 所以这个大概是 这一次整个奖项上 其实在增见的时候 所希望设定的一个方向 是 那其实刚刚宜燕就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整个奖项 他们其实鼓励的不只是说 一定是要经过建筑师 或者设计师他们翘首 很仔细的去 做出来一个美轮美奂的作品 那如果他是对于整个都市 或者对于整个使用者来说 对人 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人 他使用的是舒服的话 他其实都是一种 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所以变成是说 选出来的作品 大家可能 不管是官网上 或是脸书上 看到一些参选的作品的时候 会想说 这个好像跟我认知中的 就是那种美轮美奂的老屋改建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变成是 这次的参选作品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的 因为大家可能 看到了很多那种 国内外那种 就是很漂亮的 那种老屋改建的照片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对于这种 所谓的老屋新生的这种事情 就会有这种既定的印象 就不把这些 可能像整件啊 或是做一个电梯井啊 或是拉一个皮啊 当成是一件 就是老屋新生的内容 他们可能会期待是说 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得非常大 然后非常绚丽这样子 那其实这种事情 就是认为说 很值得是鼓励啦 因为其实在台北 大家可能在路上走一走的时候 都还会看到一些什么 那种磁砖的防坠网啊 或者是说 每次去朋友家啊 然后朋友去顾登公寓 然后住五楼还六楼 大家租屋组都很懂 那时候爬楼梯爬到快死掉了 这样子啊 没电梯很麻烦 对啊 确实 然后整个城市都开始 在慢慢的老化的状况下 其实真的会需要这样子的行动 那其实我们就刚刚提到是说 就是这次总共67件的作品呢 他们就会使用几个 评选的指标去做评选 那就包含像是公共性 技术面 经营面 故事面 这整个四个项目 那有点好奇 是想要问赵伟源 这次是如何去评断 这几个指标的呢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这个美感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在国外 看到一些老屋诊件 它会变得非常美轮美奂 那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次所谓的老屋新生大奖 我们并不是把美感这件事情 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位 当然他在经过专业的这个设计 或者是专业的规划 美学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还蛮基本的事情 那可是我们的重点 并不是大家真正把这件建筑物 或者这个空间改得多么的美 而是真正要去还原老屋 他怎么样能够来做一个重生 或者是延续 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就从公共面 技术面 经营面 跟故事面这四项 其实在我们的简章里面 我们也提得非常清楚 就是老屋新生的核心价值 比如说所谓的公共性 就是所谓的公共价值 怎么样让一个公共空间 有它继续存在的公共价值 对于人们 对于一般民众 或对于邻里之间 它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互动 或者是一个可以去 不管是心灵 或者是身心 它会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场域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技术面 当然我们会比较放在生活想象这个部分 也就是说 怎么样让一个空间 用技术性去转换一个老旧空间 能够有更好的居所的条件 这个可能会用生活上面的想象 会比较着重在比如说住宅空间内 怎么样用技术的方式来去做改变 那当然在经营面的话 当然永续经营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那永续经营它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产业 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生活了非常的久 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旧城区里面 不管是在万华啦 不管是在一些当年是非常非常繁茂的地方 这些房子可能都非常非常久 甚至于有一些已经是历史建筑了 那不管是现在在里面生活的二代 甚至于是三代 它可能传承了爷爷奶奶或爸爸妈妈的产业 在这里继续经营 可是建筑物是一直在老化 可是它产业不断的一直在更新 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 它是用永续经营的态度 去把老屋重新再做一下整理 甚至于是我们有碰到很多很好的故事 它是好像已经是三代了 它其实并不是住在台湾 它小时候是在国外长大 可是它对于家里面的这一个产业 早期爷爷奶奶是南北货 爸爸妈妈可能会再卖一些这种所谓的草之类的 那像这些 它竟然第三代会对于爷爷奶奶的那个店 跟这个建筑物是有感情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了台湾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杂草这种东西 大家可能很不经意的在路边 或者是在人行道 或者是车子的分隔岛 你去看到那些很多杂草 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是杂草 可是对它来讲 每一个草都有它的功能性 甚至于他们讲了非常多的故事 从国外到台湾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各个地方不一样的这些所谓的草 那它把这个元素放回到爷爷奶奶 当时在经营南北货的空间里头 它就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的生命 在这样子的建筑物里 所以我觉得永续经营的概念 其实我们在商业空间里面 看到了还蛮多 还不错的一些方案 包括了重新整建一个原来的老宿舍 现在变成了一个给年轻人 或者是给一些临时居所 有一个安全安心的住宅 这个可能背后都有一些大的企业 在做支持的 那当然台北友情 这里面我想每一个作品 我都相信它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我觉得这些故事 我们在厂刊的三天里面 我们看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场域 其实不管是经营者 包括龙三寺的一个老牌的旅馆 可能二代经营接手 重新去做改装 我相信它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非常 不管是动人 或者是不得已去接班 它的故事其实在产生当中 去回溯到这个空间的历史 一直到现在整个在利用 甚至于二代或三代开始经营出 它的想法理念或兴趣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些空间里面 其实发现了很多很有趣的层面 当然不是每一个案子 都可以用这四个指标来去做 这个评分的标准 可是我相信这四个标准里头 分别都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里面 是 那其实我刚刚有点好奇 好像是说就是你们在厂刊的时候 其实那些这些案件的主人都在吗 在都在 它不是秘密厂刊 所以你刚刚说秘密 其实不是 是正大光明的厂刊 而且我们希望每一个 不管是设计单位 或者是经营单位 都来告诉我们 他们在改造前 所期盼 改造后 所得到的一些收获 像刚才一燕就提到说 济南教会嘛 济南教会 其实我们在这个 这么多的案子里面 其实我们有看到全家人一起共同努力去改造的空间 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国际级的改造空间 你把一个古迹移动了多少公尺 OK 在原地整建完了之后 再把古迹 人风不动的移动回来 哇 这个 这个案件就出在济南教会 这个案子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国际级的大案 是 很不容易有什么样的营造 就是它 它必须是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团队 计划 技术跟背后所存在的所有的这些工种的价值 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案子 所以我们也很讶异说 像他们也愿意来投建 可是投建我们进去看 当然这个案子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知名的这个老建筑师 非常有经验 去配合了济南教会本身 然后是一个非常有规模 台湾非常好优秀的营造厂 共同去做完 可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硬体本身 其实它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它恢复了这个原来济南教会后面的那个礼拜堂吧 它把它恢复到当年想象的那个样子 其实非常的好 其实这个这个里面其实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 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老屋整件 然后重新更新的案子 可是当我们听到牧师告诉我们说 他们把这个空间下挖变成是一个地下一层 可是却是像罗夫公一样的那个方式 它是下挖下去 可以看得到底下 它在底下种了一棵树 然后周边变成是一个公共开放的空间 然后再加上它下面有一个礼拜堂 然后用挖天窗的方式去把光线引导下来 他说完这些时候 其实真正的重点是济南教会 其实它那个地方是开放的 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关心所谓邻里关系 因为它附近就除了立法院跟其他的一些学校 台大医院 它其实周边很少住宅 所以我们说那教会它开放到底开放给谁 那晚上其实那边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人 后来他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 有很多在台大医院的病患家属 他们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天 他开放了那个地方 让神父可以 不管你是姓什么教 在这边祈求一个家人平安的慰藉 那神父可能可以开导你 安慰你 告诉你你要有信心 你的家人一定会好起来 我觉得那样子的开放空间 让人走进来 不管你是是不是信这样的宗教 或者你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教派 可是他都可以在这样的开放空间里头 得到一个心灵上的慰藉 再来就是我们 我们也听到很有趣的就是 那边常常抗议 常常封建 很多的抗议民众在那边 他们开放抗议民众进来休息 进来上厕所 可能真的就是进来坐一坐 他们完全开放了这个场域 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并不能够去用一个金额 或者是用一个国际级的技术 去衡量他对于公共价值 跟所谓的台北友情这件事情 他跟邻里不一样 邻里是给左右邻居 这个社区来 可是他开放的人 基本上就是完全不认识 完全可能是随机的 可是他都欢迎 反而听到这个故事之后 我们会另外有一个不一样的想象 就觉得说 他已经有点超越了 所谓的邻里关系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社群 然后大家都可以来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都得到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平静 我觉得很多啦 这个故事可能说不完 还有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你看到一些很刻苦的 然后去整备自己的一个场域 然后去照顾一些 比如说中途家暴 然后可能有一些是 在智能上面有一些需要帮助 看到一堆人 花自己的时间 经历 社工 或者是不一定相干的 出钱 出力 去打造一个空间 我们去问他们说 这些经费从哪里来 他们说他们没有想过 他们觉得我们帮助别人 自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 我觉得那个乐天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你怎么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你不会去考虑明天的营运 你只是希望能够去帮助这些 弱势的 去开放了一些资源的回收 怎么去维修一些旧的商品 然后可能卖出去 可能捐出去 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股市 关于公共的 那当然 可能像一些住家啦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我们看到很多技术上面的一些改造 所以 这次我觉得对我来讲 对我个人来讲 能够参与这次的评审 是非常有意义 意义非凡 在我职业过程当中 在我看过这么多 以美学做出发点的设计案上 对我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思考 是 那其实真的听完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好像大家开始 就对于这些老房子的时候 其实观念上开始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象了 就是变成是说 不只是就是 像把改造 改造是一个好看的房子 那反而会开始去注重一些 就是背后 不管是使用者的一些 可能体验也好 或者是一些就是他原本的 这个老建筑 他本身的故事 对因为 修旧一定要如旧吗 那修旧心不好吗 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评审过程 我们几位评审 都一直不断的在挣扎 那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他修旧如旧 保留了一些历史 或者是保留一些 这个房子本身 过去的故事 那什么叫修旧如新呢 我们怎么样用技术层面 来去让这个房子 重新去找到他这个房子 应该要有的特点 比如说像早期有一些装修 不太会去注重 他可能比如说 比较注重表象 他高兴封哪上窗 他就封了 他高高兴怎么样去做空间 他就做了 那我们也看到住家里面 有一些比较重视 像比较技术性 或者是以生活为主的 他把一个老的空间 其实他并不是完全像我们想象中的客厅 餐厅房间 三房两厅 他把一个房子 用一个不错的电脑技术 去模拟 怎么样能够让 他的向南跟向北的窗户 怎么样去做一个对流 窗子怎么去改造 用搏动摆液的方式 去引进一些气流 做成一个不太需要 空调的一个空间 他达到了一个 也算是绿建筑的一个概念吧 他至少去做到这件事情 他不像是有些人是把窗户封起来 因为我只是想要利用这个空间 他把窗户都打开来了 该有的向阳面 该有的迎风面 他都考虑了 再来就是 他的业主 自己本身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 他们觉得 家里的中心不一定是客厅 因为也不会有客人到你家来 陪你看电视 所以他们家的中心 反而是一个餐厅 跟一个吧台 他把这个 一般人 我们在做住家里面 习惯性在客厅的落地窗前 摆的是餐桌 而不是沙发 那他把这个空间去营造成一个 家人朋友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坐在这边聊天 喝茶 吃饭 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场域 那他把一个房子一分为二 一个就是公共空间 再来他的私密空间里面 有一个房间 有一个房间大的浴室 这么惊人 那个浴室就是像我们一般 能够想象在家里面 所谓三房两厅的其中一个房间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观念 其实我也一直在告诉我的业主 其实你一天上班 很辛苦一个礼拜 工作 回家里面 你不一定会到客厅 因为你有时候回来已经晚 或者是你有时候回来 就是吃饭了 早一点的吃饭 晚一点可能根本就是要去睡觉 其实你带客厅的机会 其实不多 可是你每天都会去的是 预测 甚至于是厨房 吃点东西 坐一坐 而且现在的空间都不大 可能会把餐厅当成是平常 可能会写点东西 或者是做点事情的地方 那你把这些空间分配完了之后 浴室其实是一个身心灵 最需要解放的一个地方 真的 就这个案子 它竟然去一个房间的空间 去把它变成一间浴室 我们几位评审 在厂刊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知不觉的 在那个浴室里面 在那个厕所里面聊天 聊了很久 大家在互相里面交换意见 我们完全忽视了 那原来这是一间厕所 那它的开窗 它的淋浴 它的浴缸 它的马桶 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而且很舒适 完全符合居住者 它想要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 这样子的空间 在一个老屋 重新去改造之后 它却符合了 这个未来的一家人 女主人也有了身孕 要准备生宝宝了 未来我们可以想象 这一家人在里面 爸爸妈妈带着小孩 还有两只宠物狗 在里面生活的那个 那个样 那是生活 那是生活的价值 那是生活的美学 而不是一个修旧如新 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像 样板房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很难评审 就是说每一个作品 其实它的故事性 它的这四项标准 其实都让评审非常为难 可是我们觉得说 在里头看到了很多很多 我们平常可能没有留意 或者是不太注意的一些细节 或者是每一个设计师 所有的一个思考 还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设计师 他做了一个 像是我们早期的 所谓的错层屋 所谓的错层就是 它每半层半层 是一个空间 这个这样子形式的房子 早在三十多年前 其实是还蛮多的 它是有点独栋的别墅也有 或者是上下双拼的这种 这种这种楼都会有的 那就是比如说 一楼二楼三楼是一户 四楼五楼六楼是一户 像这种房子 早期在台北还蛮多的 那这个案子就是一个 一楼的三层错层屋 它有一个小小的半层的地下室 然后有一个一楼 有一个二楼 是它的卧室小孩房 那它其实在整个设计的 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 当然设计师的功力是不错的 他运用了空间里头的光线 因为这种房子最怕就是光线 再来就是流通的空气 这是我们在做居家设计 一直非常希望强调的 就是光线跟空气 是要很好的 那他在错层的过程当中 他把一个客厅 做成小朋友在平常时间 不管是做功课 或者是玩乐的地方 他把一个上面的半层错层 做成是爸爸妈妈在家里面 工作的一个小书桌 他可以在书桌前面 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客厅 所以他可以看得到 小朋友在那边做什么 小朋友抬头也可以看得到 爸爸妈妈 可是他却不会被干扰 或被打扰 那半层的地下室 他把那个空间打开 让光线进来 下面就是很棒的一个餐厅厨房 大家平常聚集的 很好的一个空间 那楼上另外一边 就是他们的卧室 那这个案子 其实为什么要提出来 其实设计上面来讲 他算是还不错 还蛮成熟的 主要是这个案子 很特别的是 一般来讲 我们设计找设计师 不管是不是设计师 也许你就是发同胞 不去施工 要不然就是设计师 帮你把工程带完 做完 是 这个案子非常特别的是 这个业主的爸爸 他自己本身 就是一个木工的同胞 OK 所以这个案子 是设计师设计完了之后 由这个屋主的父亲 他的父亲就住楼上 这个父亲呢 去把他完成的 那为什么会特别提出来 就是我们都知道 业主啊 通常都不会觉得 设计师便宜 是 那尤其他自己本身 就是木工 他当然会知道 那个发包的金额 会是多少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一般我们 在做设计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碰到 很多业主 就会嫌 这个东西太贵 是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必要 装饰性 或者是实用性的 一些问题 那 如果是这样子 通常我们都会 花很多时间 要去跟业主做沟通 那更何况 业主自己本身 他发包的时候 我不晓得 他能够把设计师的 设计图完整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他在过程当中 他有可能自己就开始 开始改 改起来了 对对对 可是当我们去 设计师也在 这个屋主也在 老爸爸也在 我们就在 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 爸爸他还蛮 欣赏这个设计师的设计 而且也认同 这个设计师的设计 当然他一边说 一边说 很贵啊 我在装修的时候 心里都 堂写啊 可是他还是 我相信大概是 据设计师说了 因为80%到90%的 完整度 所以基本上 他没有太改动 设计师原来的想法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 当然设计师可能 对于屋主的需求 是彻底的了解 是 那当然在 屋主的配合度上 他也希望能够 完整的呈现 设计师所给予 他们的一些氛围 那这是一个 很难得的一个合作方案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自己设计师工 发包出去 都不见得这么的和谐 更何况是 业主本身 自己是施工单位 是 所以让我觉得 还蛮讶异的 就是他的完整度 这么好 显然 设计师跟 业主之间的沟通 跟他们之间的 这个相处 是很好 我们可以从 这样子的结果 来判断 这个案子本身 它是一个 很和谐的一个案子 所以 各个不同层面 我们去探讨 或者是去观察 老屋行程 老屋行程也不是单只是 看到你做得好不好 如果你跟业主 处得不好 我们觉得这案子 不见得是 一个友情的 一个地方 所以这次 特别是老屋 友情这件事情 我觉得从这些细节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各个不同 不管是设计专业 不管是使用者 不管是经营者 他对于故事 对于感情 这件事情的 投入在一个老空间 或者是一个 需要被 诊间维护的空间里面 我觉得难能可贵 嗯 是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 奖项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就是 我们可能平常 那些设计奖 或者是一些建筑奖的时候 我们都是去 颁给就是设计者 对于业主来说 就觉得 好 干我的事 反正我是出钱方嘛 反正你帮我盖好就好了 但是其实这个奖项的时候 就是刚刚听到 就是赵维远 他分享的时候 其实就是使用者的 这个意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整个 在厂刊的过程之中 他是一路 陪伴着这些评审委员们 就是跟他们 可能说自己的故事啊 然后说 为什么想这样改啊 所以就整个 就是整个老屋的价值 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不过至少我们 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我们看到 所有厂刊 不管是学校 不管是商店 不管是社区 邻里 不管是这个住家 跟我们对谈的 这一些人 我们看到的是开心的 是 我看到他们的是 愉悦的 他们对于空间的 未来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看到这一些面向 我们就觉得 其实要办这个奖 要鼓励的方向 我们就觉得应该 这个目标是没有错的 嗯 没有错 那因为其实 宜艳他本身 也是学建筑的嘛 那能不能给 跟我分享几个 就是建筑相关的一些 很特别的设计巧思呢 因为我不是担任评审 我是担任计划主持人 所以关于那个设计巧思 这件事情 我不太便于多说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补充一下 或者是稍微再说一下 刚刚赵委员在提 我应该更正 应该叫赵主席 赵主席 他是我们这一次的委员会主席 是 好 那我觉得 其实在过程里面呢 其实说真的啦 我说直一点 就是让我们知道 全台湾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包括刚提到设计奖项 或者是所谓的建筑奖的一些 鼓励的这些行动或活动 那其实我今年 在策划这一次台北老公信大奖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 就是说因为 这个奖项过去这几年来 其实都一直累积 一定的一个知名度 当然他在台北的 所谓都市更新这样的一个 整员维护的推广上 其实也是 大家大概都知道 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所以其实这个奖项当时 我们在增见 跟后来我们在联系 关于这种 不管线刊啊等等的时候 你就会有发现 其实 大家已经先做足了一个准备 来面对这些考验 考验 所以委员们是考验 怎么说考验 其实说真的 如果我们假设 那个网络上 各位听到的 假设你们是建筑或设计背景的 其实就会发现 一个空间有一张好好的照片 摄影师拍的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 是 因为他可以被整理过 被选择过 是 但是当他要有一群专业者 进入到你的空间里 甚至透过你的说明 甚至你的准备 包括可能要跟业主沟通 甚至要同意 让大家可以进到你的房子里 然后听你讲这件事情 其实光这件事情 他要愿意 其实就很不容易 当然我刚刚说的就是 他要接受 甚至所谓的这 这一些专业的委员群们的 现场的考验 我们没有 我们是请教 你们很客气 好 当然我讲考验客气 就是开玩笑 就是说大家来交流 经过这一关 其实我觉得 不管 不管接下来结果如何 其实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也不会特别要用设计 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因为 第一个 每个奖校有他的不同的 设定的目的 那其实我想我们 赵主席最清楚 他是那个 台湾室内设计界的大奖 叫台湾室内设计奖TID的 主席 所以其实 他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是每个奖的设定的目的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 聘任委员这件事情 其实我就 有要借助我们赵哥 在这方面的一个经验跟能力 因为其实 任何一个奖 其实要做办法 委员群 跟主席 就很重要 我觉得 我还是没有回答你刚刚的空间的问题 没关系 其实我在 我在回忆 其实说真的 我现在在回忆 就是刚刚 赵哥在说的过程 是我的画面又出现了 就是那时候 不管是线刊 大家在做一些讨论 其实我蛮享受那段时间的 而且每个设计师来跟我们 或者是使用者来跟我们互动 其实都很真切 是 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喜悦 是 他们对于每一件作品都是 感受是非常的开心 饱满的 分享给你说 我们这个空间做了些什么 对 虽然每一个空间都不太一样 嗯 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那这个奖 当然更有意思的事情 刚刚有提到 他其实 所有的提案单位 未必是建筑师设计师 有时候是 所谓的经营单位来提案 所以其实你可以 透过一个空间 可以听到各种 各种层面的声音 嗯 但那个声音 其实各位 那个因为这是 各位没有看到画面 是赵哥眼角已经含泪了 哈哈 这是感动的啦 就是说他其实是听到 非常多那种 深刻的故事 我想这个 呃 如果从我自己本身 我想 呃 我过去的经历是新建筑主编 所以其实 也看了不少 我们身世为建筑师 或设计师的案子 当然我们从单一面向 看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就会 单纯在设计面上 可是如果 像这样的大奖 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个 不管是经营面 或生活面 开始有使用者的声音 甚至有 更多关于 经营者的声音的时候 其实 你就会觉得 一个空间的 好或坏 其实他 如果只用设计者角度 他其实有时候会 呃 稍微在 稍微少了一些 可以看到更多不同层面的 一些交代 那我觉得 我还是没有回答你建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计划 让我这几个月来 最大深刻就是 设计 他是用来服务 服务我们所谓的都市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使用者 那他会是用 怎么样的高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 设计这两个字会更 会被我更 广泛的来 定义 所以其实这个 一定义下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呃 刚刚赵哥所提的这个 奖项里面的 这几个面向 他其实都是设计的一部分 嗯 是 所以其实就会变成 你会觉得他有 更多的 讨论的可能性 那 当然 如果说要 回到你刚说的一个问题 建筑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 从我计划在执行过程里面 我 我较深刻就是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跟一直告诉我们的团队 就是 我觉得 要协助 去推动 都市更新的整件维护这件事情 到底要怎么来 让大家可以理解 我想这个是 我觉得 这个奖项 委员会在选择出来的结果 对我来说 这个部分是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会比较在意的 是这件事 来看待这个奖项 所代表的含义 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 其实设计的东西 不只是 就是空间设计 这些漂漂亮亮的 或是 一个什么敲手 它其实是 怎么样去设计 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其实到最后 使用者就是人嘛 就不管是说 他是住宅也好 或是他是 一个经营的商业的空间也好 其实就变成说 设计师 他其实不只是 去帮你把你的空间 给改善成一个 更好的状态 他其实也是在帮你 预想说一个 你未来如何去使用 这个空间 你会如何在 这个空间里面 去漫游也好 或是如何去体验 刚刚提到的光线 空气 就是如果你的设计 就是虽然说 技术再高明 或是他这看起来 这照片拍起来 很漂亮 但是你的人在里面 就是待不到10分钟 你就想要逃离的话 甚至说 如果没有像一个这样子 一个卧室大的 舒服的厕所浴室 那你们可以在里面 就是畅聊你们 就是评审的一些 意见交换的话 其实那就不会是 一个好的空间 因为就变成说人 在这个空间里面 就是被忽略掉的 那这只是变成说 只达到了 就是设计思想 要自己展现出的 高超的技艺这样子 但是就忽略了使用者 那也忽略了 就是我们今天 这个讲一下很重要 就是老物的价值嘛 那其实观察到这几年 其实越来越多人 开始去重视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 这一部分其实也是 台湾人开始 在寻自己的根吧 在回想说 什么叫做台湾的价值 那台湾价值 到底是所谓的专房吗 还是说 它其实是某一种风格 还是它其实是 这种生活态度 我觉得它其实就会是 可以经由这个讲 想慢慢的回味或摸索 因为其实大家都还不知道 我们常常在问自己嘛 就是像是 Verse的杂志第一期 也是说 Why Taiwan Matters 这是到底 我们台湾人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们文化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也是时间上 要不听的去 回溯的事情 一样好像有什么事想分享的 我觉得我应该 那时候办现开 应该找你一起去 当然我会觉得这件事情 很有意思 是因为 当然其实你刚刚听了我们 尤其是听赵哥 他其实介绍一下他在里面的一些过程 我觉得你脑袋已经开始 很有画面 不是 已经开始被我们洗脑 那我讲这个 其实就是这个奖项 我觉得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 其实我自己身为主办单位 当然说真的 我不管 我们这些支持很有趣 就是说真的 过去这几年来 从来没有办过三天现刊 是 那这个三天当然是有助于 内死评审本 不是 是赵哥 道歉 是赵哥 搞得我们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还是回到我刚说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让人家理解 都市更新的整件维吾观念 是 那当然我后来也认同 也接受了赵哥 播给我这个功课 就是我要用三天去走访 这所有的 完全走台北大十字这件事情 我后来想 我后来转个念 就是 我要让 这个案子参与的人的过程 都能对于这个观念 能进一步的有被转念 那我觉得 呃 委员群很重要 当然 他们原本都有各自的专业 可是某方来说 因为各自的专业 有时候会有局限 所以透过这三天说真的 也许 他们也被我们洗脑了 那当然 我刚刚会特别说 你这个部分很好 是因为 其实他表示 任何的管道 我们都不能放弃 那因为我刚刚说的嘛 他要去推动的是 关于整件维护观念的一种灌输 所以其实 大众是我们的目标 反过来说 我们身边跟这个计划参与的人 如果透过这样的计划的参与过程 他也可以 因为这样开始有新的认知 那某方来讲 也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讲的效果 就等于是说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两个字叫参与 就是说其实那个参与两个字是 透过我们任何的机制 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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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得以 先理解嘛 然后再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 可能我们在 我在 在过程里面 一直有觉得 有机会的 所以其实 刚刚我觉得 博翔你这样子的一个 小小的三分钟回馈 其实我心里刚刚在想说 哎呀 其实那时候应该先把你拉进来 要跟我们走三天 他表示 那个事情 因为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平台 是 所以其实某方来讲 你也在协助我们在做 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行动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 我们称之为转化 这是题外话 跟题目无关 关于三天 我要 我要 澄清一下 你要把其他委员都拿出来 讲一讲 首先 我真的要代表 这一次的评审团 感谢这一次的工作人员 跟读更处的配合 因为 我跟一燕那个时候 我们在讨论 因为我是第一年 参加 那个评审 是 那我去了解了过往的一些做法之后 我跟一燕提出了一个 这个 不是这么 友善的请求 就是说 我觉得在 我们选出来的入围名单里头 我希望 全部都要走访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能够更深入 不是从图片里头 去了解这些个案 第二件事情是 我希望能够不要有 这个 遗珠之憾 也就是说 当我在图片上看到的东西 跟我实际上去走访的 见得是完全相同 如果是按照以往的方式 有可能在图片上我们看到 有可能在某一些程度上 我们觉得在比较之后 要把它拿掉 那我们可能就拿掉 可是我们 这一次是希望说 有这样子的疑虑的情况之下 我都希望去看 我宁可看到了之后 我再来决定 而不是只是在图片上 就做决定 这是第一件 那我还是希望说 能够让每一个不同的场域跟作品 能够透过每一位这个评审 去实际看完 实际跟使用或设计者听完 实际去接触感受 再来回头考虑老吴新生大奖 我们未来在台北市的每个角落里 我们要去鼓励大家省 所以这件事情是辛苦他们 才会弄出这三天的这个行程 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碰过 类似像这样 整个台北市坐游览车坐了三天 我自己本身住在台北市 我从来没有这个经验 可是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很 非常值得的 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所谓的价值这个部分 对于我来讲 刚才姨姨也提到 我们在中央民国试内设计协会 我们辖下有一个TID 台湾试内设计大奖 这个奖项也是四年的 整个亚洲的这个试内设计 算是产业里面 比较受到重视的奖项之一 那其实我们这几年 我在担任CSID的理事长 我做最多的事情 其实是所谓的社会设计 跟公共设计 我跟台湾设计研究院 我们有很密切的配合 在一些专案的执行 或者是顾问上面 那就回应刚才你讲的 其实我在做的 其实就是设计的价值 有一些设计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设计是消费者 或者是委托者 那其实他不管是商业行为 办公空间或者是住家 其实他都不算是大众 因为他要去服务的 其实就是主宿的委托人 可是实际上我们要很多 其实公共的一些设施 是大部分民众是使用的 可是因为政府单位的一些考量 或者是他们的做法 其实不太受到设计的重视 或者是他们不重视设计这件事情 是 纯粹就是这个使用或实用 那包括什么 包括学校 这很重要 对 我相信大家不管年纪多大 你现在回到你的小学 应该跟你毕业长得是差不多的 一模一样 除了装了冷气之外 那像这些空间 我们小时候的美学 其实是没有被培养 是 当然 现在我不知道 以前我们真的有很多是 把一些不重要的课程 去上重要的课程 我们那个年代也差不多 当然这是不对的 可是还是着重在 课程的教育上 对于其他的 不管艺术也好 音乐也好 这些是比较被忽略 是 那小朋友从小 并没有去有一个美学的教育 去培养他 而且他生活 每天 他在教室的生活时间 会比在家里长 那个空间其实是不OK的 像这些空间 是不是应该要把它拿出来 再去做一些 重新的整理 然后让一些所谓的专业的美学 或者是一些好的空间价值 包括我们改造了 不管是学校 不管是卫生所 很多的一些场域空间 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设计逻辑 是 他很多的业务 常年累积 有什么加什么 而且有一些是不定的 他可能只有一三五有 可能有一些是每个礼拜三 他不一定 所以这些其实都没有被 逻辑的整合 就是有什么添什么 造成不管是空间的利用 动线或者是一些指标视觉 其实是凌乱的 其实很多的跨领域设计 包括我们现在的空间设计 包括我们的视觉设计 平面设计 它其实可以在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 去提升使用的价值 就把设计价值落实在 各个不同的场域里头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让设计 能够去改变很多生活的 重要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纯粹只有服务 我们的委托者 所以我觉得像老乌新生 我们也在里面看到了很多 类似像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他并不是美感 而是怎么样让一个社区 社区邻里团结一起来做了一个 大家的活动空间 这个空间可能是小朋友下课 因为现在很多邻里都是双心 父母亲都要工作 也许加班 小朋友提早回来 如果没有这个爷爷奶奶 或者外公外婆来照顾 社区邻里有一个废弃的空间 他们合力把它整理出来 还请了老师来帮这一些 回来的小朋友 爸爸妈妈也许不在 去做课后辅导 东西都是拼凑出来的 我们不能说他有什么美感 可是我觉得那个感动 会远超过我看到的那个美 就是这一群人 这些退休的也好 或者是社区邻里的人也好 大家共同来去把这个社区 塑造了一个像这样子的空间 去维护它 去整建它 去利用它 我觉得像这些事情 在我们看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感动 所以我觉得台北吧 应该要有一个很美的未来 是 我们可以去鼓励这件事情 是 我也真的蛮期待的 因为这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也有听过 这是一个 可能是玩笑话啦 就是中国的一个 这种交换学生 就从淘机上飞来台北 一下台北的时候 这什么三流城市 然后就坐飞机又飞回去了 这样子 真的有这样吗 这是玩笑话 就是在大学听到的玩笑话 赵主席就是刚刚一开始也讲了嘛 台北真的就是 40年以上房子占了36.9%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六都之冠喔 对啊 这个是 有数据 我刚刚说的是 40年以上就是30万户 所以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你说老屋其实我们没有标准 你说到底30年老不老 40年老不老 对 可是我觉得不管 他的屋龄 我觉得他的利用的 这个未来的价值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 是 这也是确实是 不管是建筑师也好 或者是各行各业 各式各样的设计师 其实在未来的时候 就不只是培养我们自己 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 其实也是潜移默化的吧 可能借有这个想象 可能会借有各不一样的平台 让大家都可以陆陆续续感知到 是说其实 我们都可以为这个城市 尽一份心理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这个时候 我也可以补充一个 比较简单的观念 其实 我们人会生病 是 那生病你会看医生 然后衣服穿穿会救 救了就是会换 那建筑不是也是这样吗 然后这个城市是不是也是这样 其实新城代谢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就是 我们会舍得花钱去买自己的衣服 然后可能你生病了就去看医生 或去调整自己的身体 但其实建筑也是随着时间久之后 他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维持它的 其实简单来说 他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观念在 我是就用这种观念在看待 整件回顾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用简单直白一点的比喻 让听众可以稍微再理解一下 台北市都更处 为了要让大家理解都市更新的整件 不是这样一件事 可是那么20年来利用一个奖 一个一直在持续的推动 推动再推动 那当然我觉得背后代表什么 代表他其实 他是对这个城市是有好处跟有帮助的 那另外来说 也对于我们在使用 或是在看待我们周边的这些老房子 或者是房子 我不要说老 房子的时候 他可以把他一个时间观念放进去 那这样的话 当然你就不会急急忙忙的 希望重新什么都换新的 事实上你可以多过他 可以来继续的在里面做生活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简单说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白话 让大家可以得以理解 那其实刚刚赵哥 我又开始发现他眼光又泛红了 那我觉得眼光泛红的意思 是我要说的就是 我觉得 其实台北市 或者是我们身处的这个都市里面 其实任何一个生活的地方 他一定会对你 对自己本身会有一些生活的感知跟影响 那这些感知跟影响 我方来讲 他其实就是你的生命史 就是你生命 不管你工作或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是希望大家在对于这些事情的态患 或者的过往的一些变迁的时候 可以多放一些感情 然后进一步是 多一点点替大家导想的心情 也许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到的话 那当然我相信那个美好世界 就越来越近 所以其实当然这个有点抽象 可是反过来说 转换成空间 大概就是面对空间的运用跟态患 他可以多一点点的感情放在里面 然后多一点点的为别人着想放在里面 那这所有事情就越来越好 就大家现在说的共好 我想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知 在希望在这个 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渐渐的逐渐有感 确实 因为就是城市其实是属于每个人的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城市 尽一份心理 所以这个城市其实就会越来越好 其实也刚才提到了 就是放大自己的感知 就是每天除了上下班 通勤 坐捷运 坐公共车之外 其实你可以多看看外面 手机萤幕外的世界是很漂亮的 而不是就是可能就是每天 都沉迷在可能 追Netflix啊 或是游戏之类的 不得不说 就是不管是城市也好 建筑 它其实都是一种体验 就是你要真的要用身体去感知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出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些老屋也是 我们这样聊到这么多 大家其实脑中 可能都会陆陆续续有画面 但是然后可能就是想要去 Google一下 看是什么样的作品 但看到照片呢 跟实际走进去 真的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上 台北新山老屋的官网上 其实也都有去收录这些照片 然后把他们的地址 他们的名字都显示出来 其实像现在秋高气爽的气候 大家其实放假的时候 也可以出去走走 不只是在去 可能逛个星光三月啊 白货公司而已 或者是只是去华山松烟 其实也可以去看看这些老屋 可能去体验一下它的空间 就算只是从外面看进去也好 可以看它这个建筑物 是如何跟整个城市做互动 对于你整个生活的一些想象 或是一些理解 会有更不一样的态度 那在节目最后 当然也要再次推广 这个台北老屋新山大奖 那他即将在十月十六号的时候 去办理他们的分享会 还有他们的颁奖典礼 那其实我们刚才很神秘 我们都没办法透露出 任何一个作品的名字 我们都只能用形容的 那就是在十六号的时候 就正式地去揭晓说 哪一些作品就获得到首奖 对不对 我们忍得好辛苦啊 其实说真的啊 其实这个 因为这一次的这样的办理的方式 事实上是跟过往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不管是 从都跟说 从我们这边 甚至从委员这里 其实我们都觉得 那是一种新的尝试 可是反过来说 其实我自己 其实也认为 其实有时候 也可以把所有事情 放到最后再一次爆发 但它可能也是一种 不一样的体会 所以也有劳 就是听众朋友 稍微再多忍耐几天 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一次的结果 不过这次 这次的结果 真的是很困难 我也非常荣幸 跟几位专业的委员 这次一起共识 那不是真正得到首奖 他真的就是特别好 其他人都不好 其实绝对不是 我们这一次真的是 挣扎了非常的久 我们开会的时间 比我们敞看时间还要长 就是因为真的 没有办法去取舍 那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真的 要怎么去鼓励 希望未来能够 更多的人来投入 这件事情 可是相信这一次 我们不管是 我们照片看的案子 或者是我们实际 去敞看的案子 基本上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没有认为 哪一个案子 是不够资格的 可是当然 我们还是必须很慎重 而且非常这个 不忍的去投下 我们最后最终结的几位首奖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 真正是在做鼓励 未来我希望 不管得奖与否的这一些 不管设计者 经营者 我都希望大家共同 能够再多努力 为这个台北市 再多做点神 这种奖项的评选 真的每次都是最难的 因为这么多的好作品 然后选出首奖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其实就是 大家就是市民们 其实也是未来鼓励的 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 这些点去看看 也鼓励他们 有很多是一些 小商家或店家 他值得被鼓励 你可以去看看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 是 那一夜我点好奇说 这后续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活动 好 那我们在 颁奖典礼过后 其实 当然我们到处都知道 谁得奖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肆的 带大家去走走看看 或者是可以请他们 再做一些分享 所以其实我想 后面的一些相关活动 原则上因为都还没有揭晓 所以事实上 每个提案单位 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结果如何 所以我们会再进行 后面的一些邀约 当然其实这个邀约 就可以更开心的 带大家去那个地方 走走看看 刚刚赵哥说的去体验 去认识 去让大家真正感受 今年的台北友情 老友 有偿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个是我一直放在心里面 别人很辛苦的事情 可是 没关系 我们就直觉的 往这个方向进行 是 我相信很多听众 可能都是本身 就是建筑设计师 或者设计师 那其实 我们平常都很少去跟一些 可能业主 去做直接的活动 那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未来 有些人走出个活动的话 实际是听他们的故事 当时一定对自己 未来的在做一些设计工作上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那因为确实就是 我们现在都还没确定说 哪些作品是入围的 那后续的一些活动资讯的话 就要密切的锁定 这个台北老物新生大奖的 脸书粉丝专页 还有官方网站 那如果大家想看一些 目前的参赛作品的话 在台北老物新生大奖的官网上 其实也都有照片 那粉丝专页上也都有照片 跟一些文字的叙述 大家可以先抢先看 也可以在自己内心中 选下自己首奖的那一票 那就等到16号 都在一起揭晓 好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 就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来到我们节目中 其实分享的 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 再次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那我们下周一见 拜拜 拜拜